大家平安 我就是能夠為大家解答 保險法律上的各種疑難雜證 就會非常開心的大寶法 想要你 相信大家都有買人情保單的經驗 你的親朋好友是保險業務員 像你推銷保險的時候 你基於人情的原因 保險契約條款沒有看清楚 要保費就簽下去了 但是買了之後呢 你後來才發現到說 保費可能太貴了 可能這個保險根本不適合你 這個時候你可不可以反悔不要買了呢 今天法王就要來跟大家談一談 人情保單可不可以反悔不買的問題 首先呢 我們來看一個真實發生的案例 有一位何小姐 她的表姐是保險業務員 有一天她來向何小姐推銷年金保險 表姐告訴何小姐說 你要趁年輕的時候買這個保險 可以替自己存一些退休金 何小姐因為表姐是保險業務員 所以說她大概也沒有仔細聽 保單就簽下去了 並且把第一個月的保費 三萬八千塊就交給了表姐 表姐這個時候也跟她說 那保單下來的時候呢 為了以後服務她方便的起見 保單呢 就由表姐替她保管 也不用交給何小姐啦 何小姐也表示說同意 但是呢後來何小姐發現 她的薪水一個月才五萬出頭 一個月要繳三萬八千塊的保費 對她來講負擔實在是太重了 於是呢在第二個月的時候 她就打電話告訴表姐說 不好意思 我實在是不想保了 不知道可不可以把保費拿回來 我保單不要了 想不到表姐竟然告訴她說 因為呢 你已經是第二個月以後 才告訴我你不要保 那現在你要解約可以 但是你的保費已經拿不回來了 何小姐實在對於表姐非常的失望 所以表姐妹就死撕破臉鬧翻了 這個呢 又是一宗因為金錢而引發的 倫理家庭大悲劇 那麼法王今天 藉著這個案例就來跟大家探討一下 到底你保了保險契約 但是你後來發現 這個保單其實不適合你 或者是你覺得保險費太貴 你無力負擔的時候 可不可以不要這個保險契約 然後把保險費拿回來呢 第一個 法王想跟各位談一談 保單簽了能不能夠反悔呢 答案是可以的喔 其實保險和買其他的商品一樣 有的時候你買東西 其實就會基於衝動 所以不管在國內或者是國外 對於保險商品呢 它都有設計一個叫做冷卻期的制度 就是所謂的cooling off period 有一段時間可以讓消費者冷靜 消費者冷靜思考以後 如果發現這個商品 真的是一個不適合你的商品 那麼你就可以告訴保險公司說 你要把這個契約撤銷掉 把保費拿回來 只要是超過一年以上的保險 大概都會有這樣子的設計 台灣也有台灣的保險契約的撤銷期間 依據保險契約條款的規定 是10天 換句話說呢 你在10天之內 如果反悔不想要買保單的話 你都可以跟保險公司說 你是要撤銷契約 然後把保險費拿回來的 但是在這個案例裡面呢 因為何小姐是投保了之後 第二個月才去跟她的表姐說 她想要撤銷契約 所以表姐當然會跟她說 你要撤銷契約 現在已經是第二個月了 已經超過10天了 所以說保險契約已經確定生效 因此不能夠讓何小姐再來撤銷契約 那麼這樣何小姐是不是就真的 保費拿不回來呢 她有沒有辦法撤銷契約 或者有沒有其他的求償的管道呢 其實是有的 第一個 從這個案例裡面 法王發現到了 何小姐其實從頭到尾 她都沒有拿到保單 因為保單從頭到尾 都保管在業務員的表姐那邊 但是我們的保單撤銷期 從什麼時候開始起算呢 保單的撤銷期 其實依據保險契約的規定 是從要保人收到保單的時候 開始起算10天 那在這個案子裡面 保單其實從一開始 就沒有送到何小姐的手上 我們的法律上對於保單 是採取所謂的到達主義 也就是說你要送到何小姐能夠支配的地方 也就是她能夠看得到摸得到的地方 那保單保管在業務員那裡 當然不是何小姐隨時都能夠摸得到 看得到的狀態 自然也就不能夠算是何小姐收到保單了 那何小姐既然還沒有收到保單的話 代表契約的10天撤銷期 從頭到尾都沒有開始起算過 因此何小姐還是可以在她收到保單之前 隨時來撤銷契約 不過在這個案例比較有趣的地方是 如果說何小姐真的有答應 業務員幫她保管保單 也就是說她可能指定的業務員 是她的保單的保管人 也就是代替她收保單的人 那麼這樣子保險公司 把保單送到業務員手上 也就等於是送到何小姐的手上了 那這個時候也有可能會被法院認定說 保單既然到達了業務員的手上 等於到達了何小姐的手上 那麼10天的撤銷期 就會從業務員收到保單 那個時候開始起算10天 這個時候何小姐的保單的撤銷期 明顯就已經過去了 那這個時候當然何小姐就沒有辦法撤銷了 那這樣何小姐是不是就求償無門了呢 法王質疑你一條明路 其實在這個案例裡面呢 何小姐她一個月要繳3萬8千多塊的保費 但是她的月收入只有5萬塊出頭 換句話說 保費就佔了何小姐的薪水8成左右 我們的金融消費者保護法有規定 保險公司在賣保險商品給消費者之前 一定要確認說這個商品事實上是適合消費者購買的 也就是說保險公司必須要評估消費者的財力 認為消費者可以負擔 你才可以賣給消費者 那麼在這個案例裡面 表險賣給何小姐的商品 其實明顯已經超過了何小姐的薪水可以負擔的狀態 因此何小姐根本無力負擔這個保險契約 這個保險契約根本就不適合她 所以這個時候 保險公司其實是違反了確認商品適合客戶的 這樣子的確認的義務 所以說何小姐就可以以 保險公司違反了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為理由 縱然說她不能撤銷契約 她也可以向保險公司來請求損害賠償 這樣子你聽懂了嗎 我是大寶法王 我專門為大家破解各種保險與法律上面的疑難雜症 為大家指引一條明路點起明燈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你幫我們按讚分享並且按一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 歡迎你在底下留言或者是可以私訊給法王 我們都會盡快給你回覆 大寶法王說好險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